所以那個除了運算思維以外 另外一個叫設計思考 設計思考他的重點是 在群境裡面發現問題 他是第一個是發現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定義同理問題 然後後面三個是解決問題的步驟 所以我個人就會把後面三個解決問題的步驟 直接套運算思維 所以他後半段是運算思維 但是前半段是發現問題 這個是運算思維沒有的 所以你剛剛說 如果他運算思維能力很厲害 他最多最多就是做到CEO 對不對 你事情交給他 任何事情交給他他可以處理 但是如果沒有問題 他就沒有用途了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是學會設計思考的人 我在日常生活中 我就會發現有某些東西是卡卡的 或者我就會發現我們其實有什麼需求 然後我就會根據這個需求去拋出問題 產生問題 然後再找那些 懂運算思維的CEO來 把問題丟給他們去解決 所以 設計思考他的前半段 他是發現問題的能力 這是運算思維 這是運算思維所沒有的 所以 這個部分要怎麼操作其實很簡單 它是你觀察到某一個KK的現象 然後就會運用類似 新日圖的發散思考 然後想出很多各式各樣的可能的情境 然後呢 要收斂 就是要討論 把這些問題都討論一遍 然後就收斂到一個可能的狀況 然後再進到下一個階段 然後再發散再收斂 再發散再收斂 這是我們在做設計思考的時候的一個 前半段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如果他擁有設計思考的能力 他就可能會是一個開創者 就是你們都沒想到的 我想不到 賈伯斯 李爾蓋茲 這些全世界頂尖的有錢人 都是開創者 因為他開創你的需求 他就做出了一個臉書 因為他有聯絡上的需求 他自己就做出了一個臉書 結果沒想到的臉書大家都需要 當然年輕人現在都用IG 就是扣了話 所以如果你有辦法 大家都是這樣在過生活 你就發現那個擺板很難用 但是就有一個人 這個擺板很難用 我可以做怎樣的改變 讓擺板變好用 那這個人就是那個開創者 如果他有在後續 把這個問題丟去給公司 或者他就弄了一家公司 來發明一個新的擺板 或改善擺板 申請發明專利什麼的 那弄了一個新的 數位的科技互動的觸控擺板 然後就大賣 這就屬於開創者 所以這個能力也是非常重要 不要é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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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cir